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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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我是富兒 今天我要去富士山 我呢 昨天因為太緊張了 都沒有睡好 三點半才睡著 所以現在整個眼袋都好深喔 然後呢 我是從我家搭地鐵搭到東京站 現在這個後面這邊是東京站 因為我要準備搭巴士 到那個河口湖 然後再從河口湖再搭一個小巴士 再上到那個伍木河 然後開始爬山 今天的天氣呢 就是下雨的狀態 沒有辦法 我原本預計 今天和明天是大晴天喔 但是很可惜 就是台灣的那個颱風 它就是這樣順著眼 然後跑到日本來了 所以今天會是下雨 明天可能會是晴天 所以今天爬山 背了這個厚重的背包 應該會是一個大挑戰 現在到了河口湖下車結果下雨 雨還蠻大的欸 這要怎麼爬呀 我真的 是一個 真的大的挑戰了 光天在山 賢瀍�라고요 在天氣 山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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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能會去到最上級嗎? 嗯... 你可能會去到最上級嗎? 你可能會知道嗎? 然后那个柜台人员就是说因为现在台风来的关系 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我们会从五和木爬到八和木 然后住在那附近的小木屋 然后再从八和木再爬到宫顶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就是没有办法从八和木以上是没有办法爬的 很危险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就是他刚刚有电话给那个小木屋住的地方 我们就决定改明天再爬 所以我等于现在又在找一个青年旅馆的住宿 先住一晚 然后明天再爬 因为明天一定就是晴天了 明后天就是晴天了 现在找到了一间青年旅馆 他这个是自动的check in 这里没有人 所以要等到下午三点才会得到那个密码 才能进入房间里面 那现在差不多十二点多 所以我们都在这里等待 这里还有其他的外国旅客 他们好像也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没办法上山 我现在出来外面走走 我要走到河口湖 然后再搭那个巴士看看 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逛逛的 虽然现在下雨 你看我还穿着那个雨衣 戴着帽子 但是我的裤子 湿掉了 因为我想说 要 就是要挡雨穿雨衣 真没有想到说那个雨会这样 这样飘来飘去 所以我连我的裤子就没有穿到那个雨衣 真可惜 但我现在已经快走到河口湖 所以不想再回去穿了 就这样吧 我刚刚下了那个巴士 现在坐到有一个地方 叫做 明泽冰雪 有没有看得到呢 这个我上网查很酷哦 一起来看看吧 没想到这里这么多人在排队 her什么下班 600元 600元 一生二十次 二十二套 二十二人 二十五分 打算什么 dling人 一切 咱们 餐廳 看 吃 也 吃 吃 這個就是富士山的整個地圖 我們要爬富士山的話先到五和木這裡 然後再爬到八和木住一晚 然後再攻頂 然後再下來 它有分很多條路線可以爬 那我們現在是在西湖這裡附近逛 然後現在我們要來參觀這個明澤這裡 等一下還要去參觀另外一個 是這個啦 明澤什麼冰雪 然後等一下參觀另外一個風雪 然後這邊就是青木園樹海很有名的自殺森林 現在進來這個冰雪只是光在下樓梯而已 它那個整個溫差超級明顯 瞬間是那種冰涼的體溫的感覺 這裡有點矮 要小心會撞到頭 哇 底下好矮喔 這裡已經開始超冷的感覺 就有那種下雪冬天那種很冷很冷的那種感覺 我這一定不敢確保我的GoPro夜間模式不會拍得好 這個上面都在滴水 大家都要彎著腳走過去才行 好特別的地方 而且裡面超級冷 好特別的地方 而且裡面超級冷 而且裡面超級冷 上面就是天花板 小心這裡會滑喔 看這個頭上注意 真的超低的耶 看我前面這個人他都是有一點彎著腳在走的 然後邊走邊停 然後頭上又一直滴水 我看到這邊都在滴水 我看到這邊都在滴水 為什麼要來這個洞呢 好好笑喔 你看下面這邊大家都是彎著腰 然後你看我就是上海一直在滴水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個自然環境 跑下來的地方就有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還有地獄穴看一下是什麼 真的感覺好像走進去就出不來了 有一種沒有底洞的那種感覺 蠻恐怖的 比哥上面的人一直在尖叫 因為他卡住了 現在都是用了手機在錄影 因為GoPro真的 那個夜晚的功能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調 可能大家如果知道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 說真的我還沒有調過GoPro一些功能 我就是買來怎麼樣我就開始怎麼開 看這個是什麼啊 薑倒飯 什麼柴天 看這個邊走邊撞牆壁 哇 超漂亮 超漂亮 就是這個超冰的啦 這整塊都是冰耶 太美了吧 那我可以吃心裡 超漂亮 吃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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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又要繼續爬上去 最後我的手完全已經動槍了 只是在裡面短短個5分鐘的時間 整個時候都是凍僵的狀態 現在來到了那個風穴 大概走12分鐘的路 下一站就會到這裡了 這個雨好大喔 我的褲子全都濕了 我現在走進來了這個叫做青木園樹海 青木園樹海在日本是很有名的 因為它又稱為自殺森林 因為很多日本人他們會來這裡的樹上吊 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它在那個富士山的底下 它底底下有一些礦物質的關係 所以即便你拿那個紫蘭針來到這裡 都可能會失靈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洞 他們就有說就是走到這種地方要小心 那個洞會掉下去 這邊的路是原石的地形 會比較難走 當然你也可以用手機 因為我目前手機在這邊測試是有訊號的 所以可能沒有像以前說的那麼恐怖 但是如果一個人來這裡是很不安全 最好還是要結伴一起來 這裡是它的那個森林的步道 可以往那裡走 目前是積水 就是往那邊走 但我們現在要去風穴 所以先來給它撿票 後來它票都撕掉了 今天人還蠻多的 我本來想說如果一個人來清霧園這裡 哇那很危險 看那個 它這個是有步道的啦 但是如果你在走往深一點的地方 它就沒有步道 你就會東西南北會分不清楚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之前有別的youtuber就是來這裡拍 然後就剛好就是有拍到有人 真的就是有大體 就是上吊在樹上 但我覺得我可能還沒有那個膽量來這樣拍 哇 天啊這個樓梯一走下來 哇超冷的 我看前面那個不是我的鏡頭起霧 是它前面在冒煙 這邊整片都在冒煙 好冷喔 那個下來的體溫 馬上瞬間不一樣 我好像在開冰箱開冷凍庫 天啊 哇到裡面呢又是一個好冷好冷的地方 上面在滴水 外面下雨 走到裡面來上面在滴水 我知道為什麼這麼冷了 因為它那邊都是冰 這邊都結冰了 好暗喔 我現在是開手機的錄影模式 超冷的 這個不是冷這個是洞 很洞漿 還蠻美的吧 這種 暗暗的裡面很像在挖礦 然後又有亮燈的感覺 唯美唯美的 但是不宜走呆 在這邊就寫 熔岩中乳食 給你們看後面的人 還緩緩的走過來了 這個字我不會唸 什麼 撞榮眼 都在滴水 啊不就還好我有穿雨衣 這個更誇張 就是 房屋漏洞了 房屋漏洞了 天然冷藏褲 天然的冰箱 天然的冰箱 天然冰箱 我這邊好像是在說 他不知道要養什麼植物 我這邊要養什麼昆蟲 我這邊要養什麼植物 想開一下 好像是什麼泳喔 好像以前那種殘寶寶 然後最後長繭這樣 我已經回到漁館了 因為它隔音不是很好 所以我講話有點小聲 今天這支影片的蠻意外的 我原本是計劃11月 才要去青木園樹海 但因為颱風的影響 所以我今天就到了河口屋 附近走走 就走到了青木園樹海 拍了一些風景回來 那我整個全部都被淋濕 現在已經晚上地板是濕的 可是其實雨停了 明天氣象報告是晴天 所以明天應該就可以上山 那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一定要按下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下一支影片應該就是 布斯三行囉 掰掰